那之前因為這件事而死的人 就真的死不瞑目了 那好吧 我想辦法安排你們見面吧 但是你要答應我 只有你一個人 他的醫生暫時都不能參與進來 我知道他指的是關心 那我就答應了他 我也不希望關心卷進來 雖然他對隱形人單案都有所了解 但是我就不希望他受到傷害 畢竟那個人躲在暗處 他出手的時候 我們真的防不勝防的 到了下午 那個預約的女生很準時地坐在我辦公室 那個女生十五歲 身上穿著一套校服 是市內一間中學的 腳上穿著一雙黑色的平底皮鞋 扎著一條馬尾邊 他有點不安地坐在我辦公桌前面 我就少少口地跟他說 你讀幾年級 他就只是看著我並沒有回答 我又接著說 你如果不想說的話 那我來講 我講對的話 你就掩握頭好嗎 他掩握頭 你應該是讀初二的 是不是 他又試掩握頭 我仔細地打量著他 他的頭架得很低 自從坐下之後到現在 他幾乎都沒有抬起頭 看過我一眼 他兩隻手互相握緊 握得很緊 我可以感覺到他很緊張 我站在身上倒了杯水 走到他身邊 把杯水遞到他面前 說到說 來吧 先喝杯水吧 他這樣才抬起頭 接觸過去 但是就沒有喝到 而是放在桌面上邊 然後又再倒下頭了 他的樣子長得很清瘦 一副小家逼玉的樣子 我坐在身邊就繼續說 你喜不喜歡讀書 他又掩握頭 那喜不喜歡學校和同學 這個問題 他似乎需要想一下 然後再點了一下頭 但是立即又搖一搖頭 我就特地說 那看來你是不喜歡學校和同學 不是呀 他終於開口說話 那我就繼續問 你不喜歡學校? 他掩握頭 那你是不喜歡同學 他還是掩握頭 那為什麼整天逃課 把自己困在家裡呢? 聽我這樣說 他臉就滾到紅了 牙緊緊咬著下嘴唇 我輕輕地跟他說 你不用緊張的 你可以用一個字 又或者幾個簡單的字 給點提示我 然後還等我來問你 你頂頭又或者是頂頭就可以了 好嗎? 他又試點點下頭 那你再想一下 然後回答我剛剛才的問題 為什麼 為什麼整天要逃課 把自己困在家裡呢? 他考慮了將近五分鐘 才說了一個字 他 你怕什麼? 學校嗎? 他又頂頂頭 那是怕同學 這次他又點了下頭 你是不是覺得 跟同學溝通有點困難 不知道應該怎麼表達自己的想法 他聽到我這樣說 又點了下頭 而我也沒有再糾纏這個問題 我問他晚上 是不是經常覺得難以入水 他就點頭了 那你最喜歡的是什麼 可不可以告訴我 可以是愛好 也可以是遊戲或者是玩具 只要是你喜歡的就可以了 他這次想都沒想 就脫口而出地說 鋼琴 你家裡有鋼琴嗎? 他頂頂頭 那你跟著老師學過鋼琴? 他又是零頭 那你懂不懂彈鋼琴嗎? 他嘔嘔頭 我就又再追問 那你彈得好嗎? 他還是點點下頭 那我就笑了 我跟他說 那一會兒我帶你去彈鋼琴吧 你願不願意彈給我聽嗎? 那他又嘔嘔頭了 我很好奇 一個家裡沒有鋼琴的小孩 又沒有老師系統地教過他鋼琴 那他是怎麼懂得彈的呢? 而且還可以這麼自信 說自己可以彈得很好? 我懷疑他應該屬於自閉群體裡 智商超高的那種 而且在興趣和愛好上面 有著很卓越的表現 為了證實我的猜測 我將他帶到我一個朋友開個琴行 我那個朋友叫道威 他本身也是個音樂人 我想叫他幫忙看看這個女生 是不是真的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 鋼琴彈得很好 當那個女生坐在鋼琴前面的時候 他整個人就好像變了一個人 面上露出了很難得的自信 接著他手指之間就流淌出優美的旋律 道威都傻時間聽到呆了 他靜悄地問我 喂,他真的沒有學過鋼琴的? 真的只有十五歲而已嗎? 我亦都睁睁頭 我朋友就說了 他是我見過的彈得最好的人 很多我認識的專業鋼琴師都比不上他 我很相信他的說話 因為剛才我都被這段音樂陶醉了 終於那個女生彈完了 走回去我身邊 他又恢復好像原來那種狀態 我輕輕地跟他說 嗯,今天就這樣吧 下次我們再見面就來這裡了 不用去諮詢中心了 我們還想聽你彈琴 你彈得真的很好聽 他面上露出了笑容 有些自豪,但只是一閃而過 他沒有跟我們告別就走了 道威拉著我就說 哎呀,這個小孩真是不錯 可以值得好好培養 不然的話真是浪費了 這樣吧 以後只要是他想彈琴 就讓他過來這裡 我這裡隨時都很歡迎他的 我掩握頭就說 是啊,可惜他有很嚴重的自閉症 不然的話真是一個好苗子 我決定去拜訪一下這個小女孩的父母 我很好奇這個女孩的鋼琴是跟著誰學的 又有誰可以教出這麼優秀的學生呢 而最重要的是 我更加想知道 那個教他的人在跟他溝通的時候是怎樣的 會不會跟我一樣有著溝通障礙呢 歡迎收聽 長篇懸疑小說 《迷你檔案》粵語版 本集播講完畢 感謝你的收聽 我們下集繼續 第59集 回到家後 我把這個女孩的事說給老婆聽 我老婆問我 什麼是自閉症 我笑著這樣跟她說 自閉症又稱之為孤獨症 是一種由神經系統失調導致的發育障礙 病症包括不正常的社交能力 溝通能力、興趣和行為模式 自閉症是一種廣泛性的發展障礙 以嚴重的廣泛社會互相影響 和溝通能力的損害 而及黑板的行為、興趣和活動為特徵的精神疾病 我老婆就像董非董地咬頭 我跟她說 說那個女孩的智商很高 在自閉症病患者之中 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人會智力超上 而她就是其中一個 而且我已經見識過她在鋼琴演奏方面的卓越表現 我老婆就問我 為何會這樣 那是因為孤獨 孤獨是會令到一個人更加有創造性 她聽完之後 領領頭就說 還是不明白 你不用認識這些的 因為在你的生活中 這些東西都用不著 第二天一大早 鄧坤打電話過來叫我準備一下 然後再去看守所探錢斌 我一下子都沒有反應得過你 問了她一句 什麼 錢斌是誰 就是那個兇殺愛的嫌疑人 那什麼時候 下午三點 好吧 反正下午都沒有預約 我早上回中心參加了禮會 然後叫封偉跟我一起去拜訪那個小女兒的家人 那個小女兒叫段海奴 她爸爸叫段約萍 是公交公司的一名公交司機 她媽媽叫韓蕊 是公交幼稚園的老師 昨天下午我就已經打電話跟他們約好 今天中午上門拜訪 到了中午十二點左右 我們來到公交司機的家屬區 在幾番打聽之後 找到了段海奴的家 她的父母看上去都很樸實 居然煮好飯在等我們 我們也沒有推遲 雖然原本我是準備請他們去外邊 一邊吃一邊聊 他們就跟我說段海奴都在家 只不過是把自己鎖在房間裡不肯出來 這頓飯雖然那些菜很簡單 但是味道很好 比起我和風偉平時吃的那些就好得多了 我跟他們說起說段海奴的鋼琴彈得很好的事 而且還問他們誰是小海奴的鋼琴老師 但是他們都覺得很驚訝 說從來都不知道海奴是懂得彈鋼琴的 韓瑞又很仔細地想了一下 有點不好意思地說 我在有遠工作 我們那裡沒有講鋼琴 不過就有腳踏鋼琴 以前海奴小時候就很喜歡玩的了 我教她一些 不知道這樣算不算呢 這個回答就令到我們更加吃驚了 但是我相信她說的是真的 因為小海奴有自閉症 她本身的社交活動就受到很大的限制 她的交往圈子應該不大 她的父母應該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和掌握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那她就真的是一個天才了 我想如果杜威知道 一個這麼優秀的鋼琴手 居然是這樣得出來的 她一定會動悶到吐血 離開了海奴家之後 我和楓偉的心 來來都平靜不到 楓偉就說 朱哥 不知道海奴要去參加什麼水平的專業等級評定呢 我想一想就說 我也想知道 下午我和鄧坤來到看守所 錢斌坐在我面前 她絲絲紋紋 戴著一副方形的無框眼鏡 她刪得不太高 臉色有點蒼白 我感覺不到她的局促 就好像這一切都跟她沒有關係 我微笑著跟她打個招呼 你好啊 錢斌 她看著我就說 我不好啊 你們一直都不幫我把心找回來 我已經死了 是你們啊 是你們把我害死的 鄧坤就在唐尾 很顯然她還不習慣這樣的交流方式 她更加不知道 應該怎樣來和這一類人進行溝通 我望了鄧坤一眼 暗示她 無論我們說什麼都好 她都不要奇怪 到時候我會跟她好好解釋 我就繼續跟錢斌說 你沒有跟我說過說你的心不見了 所以害死你的人不是我 如果你肯告訴我 你的心是什麼時候不見的 又不見了在哪裡的話 那或者我可以幫你找回來的 她聽了我的說話之後 對眼睛睛睛看著我 真的? 你真的可以幫到我嗎? 我就這樣看頭 但是她卻是領領頭 我跟他們說了很多次了 他們都是不相信 現在你相信我的說話 但是已經太遲了 一個人的心離開了我的身體 所以不用多久時間就會死了 她已經死了 所以我都已經死了 這樣說不來的 凡事都有例外的嘛 或者你的心可能還沒死呢 只不過是在不知道什麼地方 等著你去找她回來呢 她低頭想了一下 然後就問我 你都死了嗎? 我領領頭就說了 我還沒死啊 所以你都還沒死的 你死了的話 我們就不可能這樣面對面說話了 然後她又看了一眼鄧坤 那她沒有說話 是不是她已經死了了? 鄧坤聽到這句說話 眼睛都滑了 我用手拍拍鄧坤的肩膀 笑著跟錢斌說 她也沒有死 她不說話 只不過是因為她不太會說話 鄧坤聽到我的說話之後 真是哭笑不得 但是她還是乖乖地坐在那裡 沒有出聲 我又跟錢斌說了 你知不知道這裡在哪裡? 她領領頭 這裡是看守所 你殺了人了 你知不知道? 她看著我 說到說 我沒有殺人 我是不會殺人的 我更加不可能會殺人 她的情緒開始有點激動 我已經死了了 一個死了的人 又怎麼可能會殺人 我就輕輕地說 那會不會是你這個鬼魂殺的人 她用一些不可思議的眼光看著我 說到說 這個世界哪有鬼魂的? 我從來都不相信有鬼的 你都已經死了 如果這個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鬼魂 那現在坐在我面前跟我說話的是誰? 她聽到我的說話之後 低頭 好像陷入了思考 她口中還暗暗沉沉沉地說 是啊 那現在的我又是誰? 我感覺到她的思想有點動搖 又接著跟她說 所以你還沒死的 你還在生啊 你試試撕下自己 看看會不會痛 她聽到我這樣說 真的在自己身上撕了一下 但是 出乎我意料的是 她一點反應都沒有 她的氣的頭就說 不痛啊 你騙我 我肯定已經死了 你也是已經死了的 我知道 十時之間 都是沒辦法說服得到她的 我就笑著這樣說 那你願不願意告訴我 你的心是何時不見的 究竟在哪裏不見的 她沒有回答我 反而是反問我 我是不是已經死了了 你也已經死了了 是不是啊? 我很無奈地想起頭 是啊 但是你告訴我 你是怎麼死的啊 你的心究竟在何時不見的 在哪裏不見的 她很鄭重地說 我上次就已經不見過一局了 是關小姐他們幫我找回來的 那次 我差點就死了 我點了下頭 看來我必須要跟關心溝通一下 我要知道他們是採用了什麼療法 讓他們接受了沒有死的現實 我跟著又問 那你是何時又把心弄不見的呢? 她想了很久才跟我們說 十幾日之前 我心中一緊 我知道她所說的十幾日之前 一定就是再次病發的時間 也剛好 正是我拿到隱形人留下的儲存卡 沒有多久的時候 我越來越相信這件事不簡單 同時也對隱形人生出了一些畏懼 她的出手 總是會令人糊塗糊塗 無從落手啊 錢斌她並沒有理我的反應 她說到說 怎樣不見的? 好像那天我在坐公交車 在延岸中路下車 準備回家 突然間 好像聽見車上邊有人叫我 說 喂 你的心掉在車上哪 那我就嚇了一跳 準備回上車撿回她 但是那輛車就開走了 她重重地點了下頭 又自言自語地說 那個真是我的心來的 從那時候開始 我就覺得我的心又不在了 所以 我一定會死的 這麼長時間 我肯定已經死了 我就問她 那人叫你那個是男人的女人 而她就領領頭說到說 那時候 我只是想想老回我的心 我根本都沒有注意那聲 是男人的女人來的 哼 那也是的 比賽是我 我也不記得了 我反過來看一看鄧坤 她沒有說話 那我又跟錢斌說 那好吧 今天我們就先聊到這裡 明天我就過來看你了 正當我們站起來 準備要離開的時候 她一下子拉著我便說 我是誰 你還不是告訴我 現在的我是誰 我笑著這樣放下她的手 然後跟她說 我都不知道 我回去好好想一下 你也要想一下 明天我們見面的時候 你把答案告訴我 好嗎 她默默獨獨地掩著頭 又用手扶扶眼鏡 跟我們說 那明天你一定要來 我怕我自己醒不起來 如果你醒起來的話 一定記得要來告訴我 我知道 放心吧 我們一定會來的 歡迎收聽 懸疑小说《迷离档案》 本作品由广东唱读出品 作者《墨绿青台》 演播《夜尘有声,暖暖生肖默》 第六十集 离开了看守所之后 我们上了邓坤的车 邓坤很无奈地小笑 说到说 你也见了 这样一个人我们怎么审认呢 想要破这宗案真的太难了 这还不简单吗 直接去找个相关机构 做个精神鉴定 如果真的有问题 直接送去精神病院就是了 你也不用再搞了 我们已经和医学院 精神疾病鉴定中心联系过了 准备下个星期就帮他做了 做什么还要等到下个星期呢 鬼知啊 那当然要就他们的时间了 对了 你去哪里呢 送我去精神病院吧 我要去找一下关心 我想去见一下那几个和关心 一起帮钱斌开康复证明的专家 希望可以得到一些提示吧 我来到了精神病医院 走入关心物办公室 他抬头见到是我 好兴奋地说 咦 什么风把你出来啊 妖风啊 清天白药 哪里来的妖啊 我用手指挂了一下她的鼻梁 说到说 你就是个迷死人的小妖症了 我突然之间觉得这个动作 好像有点曖昧 果然啊 关心臉 杀时间就红了 他扯了一下我的手 说到说 你作死啊 这里是办公室来的 他叫我在梳化上坐下 然后帮我倒入杯茶 我这里呢 就比不上你那里讲究了 你将写着喝吧 我拿起杯茶 看了一下 就说 不错啊 微淡脆片 靓茶叶来的啊 喝就喝啦 看你那个写包的样子 就你识货啊 说啦 找个什么事啊 我将今日去见钱斌的事 说了给他知道 关心听完之后 有点激动 他就说 我就知道 他一定会遇到什么刺激了 是谁这么好阴谤啊 好好一个人 被他搞成这样 关心发现 我在那儿看着他 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对不起啊 我失态了 那个告诉他 心不见了的人 为什么会知道 他有这个问题呢 能够给他 这样一个心理暗示 令他的精神 再度崩溃 我笑笑就说了 你还记不记得 我跟你说的 那个隐形人啊 他恶了言 嗷了嘴 说到话 你不会告诉我 这件事 也跟隐形人有关了嘛 唉 我想不将他们 联系在一起都难了 然后 我就将隐形人 对我的挑衅 和给我的暗示 都一一 告诉他 他听完之后就说 虽然没有什么直接的语气表明 这件事跟他相关 但是我相信你的判断 我都有这样的感觉 这件事太奇怪了 也太突然了 不管怎样 这次既然和我的病人有关 我一定会追查的 知道前斌 有这个心理问题的人 多不多啊 当然多啊 前斌是精神病 不单只亲人朋友知道 单位的同事也都知道 甚至他住的小区 大多数人都会知道的 那我就唯有苦笑了 是的 在中国 一好事就没有多少人关心 但是八卦呢 就绝对不怕没有人说的 这样一来 我们就没办法 从心理暗示这条线 去查的了 知道的人实在太多了 就算真的找到那个人 他都只要说自己是开玩笑的 那最多都是受一些道德的谴责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新找到一些新的线索 早点令这宗案水落石出 我真是希望可以在这宗案上边 将那个隐形人叫出来 我的眼里头有着恨意 关心就望着我说 你在这儿害怕啊 我点了下头说到说 是有一点 我怕我身边的人 就因为他的变态和疯狂而出事 而关心就笑着地问 包括我 包括你 他笑得很开心 一下子就坐在我身边 红唇在我面上边 轻轻一点就站起身 然后说 你知道吗 听到你这么紧张我 我真的很开心啊 好久都没有人这么紧张我了 我唯有尴尬的笑了一下 不过我的耐心 这些恐怖场景 于是我们会有时因时因地因人地 将这些场景从我们自己的记忆库里提取出来 然后充分用我们的想象加以圈掩 所以我们常常会在一些特别的时候 或者在一些特别的地方感到恐惧或者害怕 因为我们虽然不知道 接着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会出现什么结果 但是我们是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想象 令到自己处于恐惧之中 很多时候 这些所谓的鬼怪就并不吓人 人类更多的时候 都是自己在那里吓自己的 我将这句说话发了出去之后 跟着就下了线了 我想他看见我的说话 应该都会舒服一点 她是杜威的女朋友 她说她经常都会感到莫名的恐惧 经常会担心自己会发生什么意外 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以为她有避害妄想 但是跟她聊天的时候 就感觉到她说话条理很清晰 而且她自己都知道 这种恐惧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她就坚持她这种预感 她相信自己的感觉 我也都问过她 她以前的预感有没有实现过 她说没有 只是这段时间才是这样 预感到自己会出事 那我就跟她说 说可能是最近她这段 工作压力太大 又或者是类似的恐怖小说 看多了 我就不是很相信 人有预知能力 对于未来 我们大多数都是无知的 因此人生也都充满了变数 也都正是因为这些变数 才令到生活多志多彩 杜威的这个女朋友 我都见过几次 漂亮就不算很漂亮 但是给人的感觉 就是很文静 很有内涵 我听杜威介绍过 好像说在林业厅上班的 在我的印象当中 她是一个活潑开朗 乐观积极的人 那她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状况呢 明天我正好要去杜威那里 因为明天我又要跟段海路做咨询 我打了个电话给杜威 喂杜威 珠哥 什么事啊 明天下午我约了海路 直接过你那里 方便吗 方便方便 就是那个钢琴天才是不是 是啊 啊对了 你顺便把刜威也约出来 晚上大家一起吃顿饭吧 好啊 没问题啊 我本来还想问一下她 知不知道这几天 刜威有点反常 但是最后我还是没问到 可能刜威 并不想告诉她 废话她担心